诗篇三十七天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梁祥诗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三十七天 我想请弟兄姊妹先用一些时间 来看一次这段经文 然后当我分享讯息时 我会再读一些重点经文 阳神的话更加深深印向我们的心里 而且可以时时的紧手 先请弟兄姊妹停一停 你自己来看一次这段经文 当私人身处一个恶人横行的环境的时候 更认识到上主是一位怎样的神 同时也学会如何正确面对 这个不公不义的世代 为主活出美好的见证 私人学会了不要心怀不平 不要以恶报恶 更加不要受到恶的影响 变成同流合污的人 因为恶人最终必得到他们的报应 也必然自食其果 事片三十七天第一第二节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宜的生出质道 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 第八节 当止住老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十四十五节 恶人已功赏愿 刀出朝 要打倒困苦窮佛的人 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 他们的刀必赐入自己的心 他们的功必被截断 此人也学会了 无论环境是怎样 应该谦卑以靠上主 更加有耐性地等候神亲自的动工 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必定扶持赏赐以靠他的人 三十七篇第三第五节 你当以靠耶活话而行先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略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活话 定以靠他 他就必成全 第七、第九、第十一节 你当默然以靠耶活话 耐性等候他 唯有等候耶活话的必承受地土 但谦卑日必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乐 第十七节 因为恶人的傍贝必被截断 但耶活话是扶持疑人 私人认识 上主是喜爱疑人 就是那些完全依靠神的人 纵然疑人也会有软弱跌倒 或者遭遇祸患的时候 但因为他们持守实的话 就经历上主的帮助 保护和同行 更坚信神不会放下依靠他的人 二三、二四节 二人的脚步被耶活话立定 他的道路 耶活话也喜爱 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同道 因为耶活话用手参附他 二十八节 因为耶活话喜爱公平 不撇弃他的性物 他们永蒙保佑 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 三十到三十四节 二人的口谈论智慧 他的舌头讲说公平 神的律法在他心里 他的脚总不滑跌 恶人窥探二人 想要杀他 耶活话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 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 你当等候耶活话 遵守他的道 CP不单止是私人的经历见证 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真理 希望弟兄姐妹都可以继续珍惜 遵守和经历神话语的宝贵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多谢天父辞给我们有圣经 是你宝贵的真理 祝你帮助我们更多明白你的话 以至可以面对生活里面不同的挑战 有教导我们不要依靠自己 要完全的依靠主 经历主的帮助 保护和同行 求圣灵保守我们一生都紧紧的依靠神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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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